相隔16年 两人终于再次见面 对于这恍如隔世的一瞬间 两人长时间一言不乏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要不给你买碗面条 不 你现在好吗 不好 我对你那么好 你都要吧 那时候很年轻 不懂事 打不来玩不来 为什么十几年了你才来找 老韩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只是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 老韩想要看看女儿的照片 妖美把她带去了船上